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是三国时代的重要人物 他率领了兵马 攻下了大片的江山 然后造成了 三国鼎翼的局面 那么这首诗呢 过去在国剧里面的 有一出戏播过 叫做《群英会》 在那出戏中 把这首诗放了一个定位 放在曹操他率兵南下 在赤壁之战发生的前一天晚上 他跟他的群臣们大会 大会在江边 然后他就吟唱了这一首歌曲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披露朝露 去日苦多 开荡一抗 有思难忘 在一开始 他叹息的时光的流逝 他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在一开始 他叹息的时光的流逝 在一开始 他叹息的时光的流逝 早晨的露水 他是担心 离去的日子太多了 而他的生命 太短暂了 那么因此 他有非常深的感慨 他说他的优势难忘 而如何解除他的忧愁 只有杜康 杜康是开始造酒的人 那么杜康就是借着酒而交愁的意思 前面他感慨了时光的消逝 到了后面 他就说 清清紫荆 悠悠我心 但未君故 陈寅至今 悠悠入民 时也之贫 我有嘉宾 古色垂神 这边的中间的地方 清清紫荆 这是来自诗经的紫荆篇 悠悠入民 来自诗经的入民篇 紫荆是指周朝的时候 那些学生们穿的一种衣服 代表是学子 他是说有好多的学子们 他们常常都在我心里面 我心中思念他们 其实这就说明了 他希望得到一些闲才 而悠悠入民 时也之贫 这一首诗呢 是周朝的国君 看到了臣子们一起在聚会宴影 他感觉到 就好像一群鹿在外面吃野草一样 鹿是和善的 是和群的 大家一起在吃草 他说我有嘉宾 古色垂神 在宴会的时候 我就这些 请这些嘉宾们 大家一起用餐聚会 然后我会请乐队吹奏一些乐曲 来帮大家庆祝一种快乐的气氛 这两句话代表一个国君 他希望臣子们和乐相处 然后有闲才为他所用 这里代表着曹操的一种心情 他身为一个国君 他希望能够一统天下 能够得到所有臣子们的支持 讲完这些之后呢 他接着再讲第三个部分 这里他感伤 一种乱离的感伤 因为他生活在战乱中 毕竟有些亲朋好友去世了 他说明亮的月光啊 什么时候才可以踩实你呢 而我心中有一种忧愁 就从中而来 没有办法断绝 眼前看到的好山好水 很明亮的月光下 但是他却有忧心出来了 因为他怀念朋友 他说月末度谦 就是有人朋友从远方来访 而网用乡村 而自己想要省视他们 看望他们 气阔谈宴 是指两情相悦 很契合的谈心宴隐 心念旧恩 心里面想起往日的情谊 他在赶伤乱离 怀念朋友 就是承接着前面 希望闲财为他所用而来的 这些闲财都是他的朋友 他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忙 但是朋友之中 有些人在乱离当中去世了 而有些朋友 能够跟他们现在 还在谈心宴隐 是他心存感念的 写到这边 他最后提出了他的感受 他说 月明兴兮 乌雀难飞 绕树山渣 何之可依 山不厌高 海不厌生 周攻徒步 天下归心 前面说到明月 明明卢月 这边就说 在月明之下 星光稀少 而乌雀向南边飞了 乌雀向南方飞了 绕树绕了山圈 却无之可依啊 他说 这些乌雀无之可依 而代表了一种贤财 其实你们是可以来依靠我的 山不厌高 海不厌生 这表示贤财多多益善 来得越多越好 我希望你们都来 他说 周攻徒步 天下归心 我就像周攻一样 一木三卧法 一饭三徒步 周攻当初洗一次头发 三次把水沥干 去接见外宾 他吃一次一顿饭 他三次把饭吐出来 然后去接见外宾 周攻是这样子的 待人礼贤下事 他就唯恐失去天下的贤财 那么周攻徒步 周攻徒步 能够得到天下人的心 曹操也自比周攻 他希望贤财前来帮助他 建功立业 而他自己也愿意像周攻一样 礼贤下事 能够去招纳各方的贤财 这一首短歌行 曹操写出了他的心情 从感叹时光的流逝 自己的生命短暂 然后写到想起的朋友 爱上乱离 而在这种环境当中 更怀念朋友 最后他说 希望能够贤财 帮助他建立工业 这是一个国君的想法 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 他有心得到贤财的说法 周攻 曹操他从短歌行 写出来之后 就受到后人的称赞 因为在诗经以四言诗为主 之后能够把四言诗 写得这么好的人 曹操的确是数一数二的 这首诗写出了他的心情 能够也代表出 他为人有一种雄怀 雄才大略的这种志向 这种国君的心情感受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介绍另外一首诗 是唐朝的元整 他的浅碑环 元整的浅碑环 收在唐氏三百首 有三首 这边是介绍第二首 碑环是心中很难过 因为他的妻子去世了 他的妻子叫做伟虫 小他四岁 他的妻子替他生了五个小孩 但是五个小孩只有一个女儿存活 那他妻子去世的时候才二十七岁 那元整当时还是一个很穷苦的读书人 那因此妻子是跟他过着患难的生活 等到妻子逝去之后 他的感伤是更深刻的 好 这首《浅碑环》是这么写的 昔日戏言深厚事 今朝都到眼前来 一场以诗行堪尽 针线油唇未忍开 上想旧情连壁谱 也曾因梦送钱财 称之此恨人人有 贫贱夫妻百世爱 一开始他说 昔日戏言 从前开玩笑的话 而今呢 东东走到眼前来了 正因为是从前开玩笑的 不经意的话 而现在居然都变成真的 所以他就语带心酸 可能当时是无所谓的 无意间说的话 但是不幸而言重 那因此他感伤特别的深 那这是一个起句 第三诗句就是承接的句子 他说 一场以诗行堪尽 这就是妻子留下来的遗物 那些遗物呢 已经送给人家的 行就是将要 堪尽 就看着都送完了 但是针线油唇未忍开 妻子当年使用的针线 还保存着不忍心把它打开来 这两句就是对仗句 对比的句子 而且对比的很公正 那么从生活之中 就看到他的遗物 所以他就是堵物而私人 看到那些物品 而想到他这个人 接着就写到人 上相向旧情连避谱 因为想起了当年跟夫妻之间的感情 因此就爱屋即屋的 对于当年侍奉他们的避谱 特别的怜案 然后他说 也曾因梦送钱茶 也曾经因为夜晚做梦 梦到妻子 所以就送了一些纸钱 烧一些纸钱给妻子 烧纸钱给妻子 就是浅碑怀另外一首诗所写的 近日奉钱过十万 与君营店赴营债 袁整在写这首诗的时候 已经是妻子死后的两年 他担任的监察御史 他的生活过得比较好 韩玉曾经有一篇文章 写监察御史 袁军妻子的墓志明 写的就是袁整这个妻子 那么袁整在这个时候 当监察御史 他有钱了 但是他的妻子不在了 所以他只能送钱财 烧纸钱给她 我们可以从这两年看到什么呢 他是看到衣裳真线 都想到他的妻子 就是什么地方 无处不可思 都在思念妻子 然后他白天看到毕谱 晚上做梦 也想到妻子 他无时无刻不想妻子 所以他说 这种思念是一直有的 曾知此恨人人有 人人都有可能善偶 失去另一半的时候 这种恨人人会有 这是一种普遍性 诗写出了人生的普遍性 就很感人 但是他的感受特别的深 因为贫贱夫妻 以百事爱 由于在过去 没有给妻子过好的生活 因此永绝之后 更思念他 如果妻子能够多佛纪念 他现在就可以给他 更好的生活 所以这是一种遗憾 很愧疚 没有给他好的日子过 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 原整对妻子的情感很深 然后他有一种 很深刻的感受 很愧疚于对妻子 往日不够好 根据敬仁 所以是对账的很工整 在日常生活中 看出他对妻子的思念 而最后一句话 贫贱夫妻百事爱 缩到了好多人的心坎深处 原整 他所代表的一种感情 他的确是让人回味无穷的 今天我们就介绍了这两首诗 谢谢大家的欣赏 再会 请不吝点赞